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爱的旅途上其实是在寻找自己 能够接受自己 因为当你能接受自己的时候 你就会可以接受别人 假如你连自己都不能接受 就是你的短处和你的长处 假如你不能接受你的短处的话 你就会好像一直在自责 不管对方对你多好 你可能也不会接受 因为你觉得你自己不配 在我的爱情价值观里 就像一本书 我喜欢一页的一页 一页的一页翻来走这条路 不喜欢太快地去 也不喜欢太着急地去说 看最后一页是怎么样的结局 就很喜欢地去慢慢地揣摩 慢慢地去寻找我们的真路 在茫茫人海里去找一份真爱 谈何容易 有的人缘分早到 有的却迟迟未到 有些时候即使那个人出现了 最终也未必是适合的人选 新加坡太注重怎么讲 力争上游 所以很多人都积极地追求他们的事业 所以可能就造成了许多人把 什么寻找对象的那个目标呢 移为第二或第三 其实我以前也是有那种想法 就是以事业为重 但是我现在是觉得我从加拿大回来过后 我比较珍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现在要注重的呢 就是寻找另一半 因为我觉得不管我有多成功 不管我有多风光 还是不管我有赚多少钱 都没有用 都不能取代 可以跟自己心意的人在一起的那种喜悦 其实我觉得Chemistry很重要 有火花的话是一件好事情 可是到最后 你看啊 爱情不能当面包吃 可是没有爱情也不行 到最后呢 也是性格 生活方式 跟价值观 跟理念也有关系 在这座城市里 许多单身男女擦肩而过 等待缘分的降临 如果有一天 惠荣和韦奇遇上了 又会对彼此留下什么影响 我们为他们安排了一次约会 约会地点在市区的一个咖啡座 两人准时赴约 你身心情如何 天心情还不错 在将近一个小时的谈话中 两人闲话家常 聊工作 聊兴趣 友谊干杯 友谊干杯 咖啡哦 朋友 干杯 以咖啡代酒 他其实人是不错 其实在我了解他是最小的时候 他在家中 两个姐姐 他说他是最小的 我觉得 通常最小的都是被疼 被宠 那么我是老大 我在家里是照顾全家人的一个大姐 那么思想跟观念跟理念 多多少少会很不同 我刚开始的时候 我跟他聊天 好像没有那种默契 可能是陌生人的关系吧 然后过后呢 请他喝咖啡了过后呢 我是觉得他是蛮甜美的 就好像那个蛋糕一样 要细细地品尝 我觉得他也是蛮独立的 因为他有自己的事业 而且又参加这么多 国际的那种event 对他来说呢 他是非常的成熟稳重的那种 见面是缘分 发展却需要感觉 两位单身人士选择的是 耐心等待 现在就是孩子单身嘛 那我也想说 慢慢地看 慢慢地找 因为也不要说太急 然后急着要结婚 还是生小孩 还是什么 我觉得慢慢找 然后当我碰到 对的那位男生的时候 我就知道说 应该是时候了 所以我是觉得呢 假如真的 真的要找自己喜欢的对象呢 必须要通过很长的时间 通过很长时间的沟通 才可以真正肯定 是不是终身的办理 所以现在呢 还是太早了 高兴认识你 我也是 希望你一个愉快的周围 谢谢 OK 好 thank you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